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安排在下午 还能再留览几遍报告 这次涉及财务预算 到场的倒是华瑞的重要持股人 加上过年提早 时间也就压缩了 可以 我不介意 不是说没法赶回炼狱室了吗 看来我也签要和对一下 是不是结错了人 今天从你开会的地方到练语室 只有这一趟航班 想猜错也难 不会有那个可能 毕竟我和某人都对彼此足够了解 行程再紧 你今天也会来到我身边 比我预计到得晚了一些 装目作样 那就换将能飞的航司 如果都无法成型 你也知道怎么处理 这么容易满足我 也就只有笨蛋了 的确 但不会影响今晚的行程 又想做什么 少来这套 出差期间 某人的电话就没断过 我没有觉得累 那就陪我在附近走走吧 时间也差不多 等下直接去会场 在傻笑什么 叔叔 我记得某人当年直接喊了爸爸 跟他们也很久没见了 忙完这阵子 找时间回去一趟吧 不用在意 我们只是走走 竞争激烈只是相对而言 先对手一步掌控市场动向 就永远有扩张的空间 不过这份业练 不过这份业绩里 也有某人的功劳 私人缴了一场 我似乎从没拒绝过你奇思妙想的要求 但如果指的是扩大投资 还要看你公司的财报 好久不见了 我也一样 无论几句如何 感谢你当初的付出 于下的我自己挑战 你们先去准备其他吧 想问什么就问吧 以前一起创立华瑞的人 华瑞上时候不久经历过 一段困难事情 那时他带着几个人退出 自己成立了企业 不知道 比起那些人的动向 有其他事更值得关注 顺遂也好 坎坷也好 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没什么好伤心的 没有必要 无论人还是资本 都是自发主力的 以华瑞当时的情况 他认为没有未来 也是合理推测 商业向来如此 一时的合作并不意味着 往后的长久 与其将希望寄予他人 不如提高自己 抵御风险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不用开口 我也在等你追上来 我从没怀疑过你可以与我并肩 所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而已 不必焦虑 现在的压力 还不足以将我击垮 何况某人能带给我的力量 也比你想象中更多 像这样的拥抱 就足够了 就算是笨蛋 思路也有借鉴的价值 至少这样打气 的确很有效 就这么看着我 别一开目光 明年华瑞的投资 以稳健为主 但在科技创新板块 会试图增大投资比例 华瑞已选取了部分企业考察 下一步将启动评估 也要感谢那些守候的人 所给予的力量 以价值改变社会 所以华瑞才能坚守初心 从未改变 发什么单 该出发去机场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去年我在计划书里提及 希望你公司能在未来五年 总览华瑞旗下 所有影视行业相关的板块 现在才一年 你就已经拿下了不少业务 华瑞用了八年 才成长为现在的规模 某人现在就想达成 相同的成就 野心未免过大了 不必急于一时 还有很长的时间 让你追上来 工作已经告一段落 你准备的惊喜 可以展示出来了 不会有这个可能 我不在意 是因为知道 你会连着我的份一起伤心 看来你是把惊喜 留在了落地后 感谢你 我的确想过 可能某人不知什么时候 就变出一个蛋糕低到我面前 或者在落地后的酒店 举行延迟的小仪式 因为只有你在乎的时候 今天能开心预防 我收到大多生人嘱咐 都在奔着时间变化 开始是期盼成长 后来是学业助援 到现在 祝福都与事业发展有了关系 但某个笨蛋却从事之中 只希望我这天能过得快乐 这样简单要真实的一份心 我没法不在意 我没想到你会为了不错过时间 在飞机上准备这些 如果今天是好天气怎么办 我没想到你会为了不错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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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工作间隙度过了不少生日 但这么正中其事的 还是第一次 华瑞到现在 凝聚了不止我一个人的心血 在这样旁人的责任面前 私人的事似乎也只能让步 这没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 我却成为了某人的不将就 每当我以为已经看到了你全部的新意识 你却总能告诉我 还可以更进一步 这些是 那你就听得清楚一点吧 直至我们时间的心头 都不要放开手 你不可以